看最近是接连入议 大洋练兵也慢慢的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海军可以说正在从浅蓝走向深蓝 而之前咱们辽宁舰的官兵集体亮相 也是再度引发了人们关于中国海军的关注 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 辽宁舰官兵向全国人民拜年 并誓言能打胜仗的场面 令无数人感动而自豪 辽宁舰官兵集结在航母飞行甲板上 靠拨码头整齐列队的画面 引起外界对航母人员配置情况的关注 现在武器执行主编石虹分析称 从中基本可以看出辽宁舰的编制人数 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人 但是跟美国航母相比仍然要少得多 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除了最新入役的布什号 每艘航母总人数基本都在6000人左右 其中42%左右是航空单位的人员 负责驾驶和维护舰载机 58%左右是舰员 负责使航母上的一切事物顺利进行 包括刷盘子 准备膳食 到舰载武器操作 维护核反应堆等所有工作 石虹认为 辽宁舰现在还没有配齐舰载机 没有形成完整的舰载机作战单位 航空单位的人员也没有配齐 因此可以预见 辽宁舰未来的舰员编制仍将会增加 有分析指 新中国海军走过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现在有了航母 有了核舰艇 有了远洋舰队 但从本质上讲 仍是照搬模仿的产物 尚不是一支与中国今天的世界大国地位 和海洋利益完全匹配的蓝水海军 蓝水海军 我们讲2014年 咱们中国军队演习不断 不管说是场次还是密集程度 都是创了近年的记录 尤其我们讲海军方面 更是受到外界的一个普遍关注 我们讲走出岛链 进入西泰 进行实战演练 这都变成一种常态了 那么在这种新常态下的远海大练兵 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海军的官兵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3月2号发布公告称 北京时间2号清晨5点左右 经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2护卫队川内号护卫舰 及第一航空群所属P3C反舰巡逻机确认 中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及一艘导弹护卫舰 在严美大岛东北约140公里处海域 从太平洋方向向西航行 随后中国两艘军舰穿过严美大岛 及横当岛之间的公海水道 向东海海域方向航行 公告称 上述两艘中国军舰2月13号 曾通过冲绳本岛和公国岛之间的公海水道 向东南方向航行 随后在西太平洋举行了训练 据照片显示 被拍到的两艘军舰 分别是138号现代级驱逐舰泰舟舰 以及530号054A型护卫舰徐舰 日本媒体称 上述两艘中国军舰 可能是完成了在西太平洋的训练之后返航 两艘军舰通过的水域 距离日本领海仅为22公里 但没有进入日本领海 有分析指出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大多会选择公国海峡进出太平洋 但这次却选择了靠近日本九州岛地区的 陆尔岛县严美大岛 与横当岛之间的海域 是较为罕见的航线 中国海军也逐渐开始强化远海训练的常态化 在多场实兵对抗演习中提升实战水平 其中 2014年12月 一场位于西太平洋冲之鸟礁海域附近 进行的机动6号演习 尤为引人观众 海军三大舰队编队顶着7级以上的大峰 4米以上的浪高的恶劣海况 在西太平洋集结 一路航行 一路训练 一路对抗 据报道 机动系列原是中国海军跨海区跨舰队的 系列型对抗演习 的年度例行性训练演习 1991年首次实施机动1号演习 仅有3600吨级的051型驱逐舰参演 在岸基航空兵掩护下实施对抗演练 演训效果有限 随着台海局势变化 2005年 机动4号的演习场 从东南沿海改到远离台湾的西太平洋举行 此时中国海军经过多年努力 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水面战舰 及先进潜艇陆续形成战斗力 2013年和2014年 间隔极短的机动5号 机动6号演习 不仅在演练瓶子上创了新高 演练海域的选择 以及参演单位规模上 都是历史性的新高度 那我们讲除了水面舰艇的这种快速发展 今年来由于咱们国家周边各国水下力量的快速发展 其实也是对咱们中国的潜艇部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因为打击潜艇 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艇本身 资料显示 中国海军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柴点潜艇 其中大部分是在进入21世纪后服役的新艇 型号包括国产宋级原级 从俄罗斯进口的击落级 而从1970年12月26号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至今 已经过了44年 从公开的材料可以看出 中国的核潜艇到目前已经发展了两代军事专家石虹介绍表示 战略核潜艇已经成为中国第二次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的战略核潜艇的实力依然有待发展 这不仅是因为其数量很少 而且还因为配装的前射弹道导弹性能不足 092型战略核潜艇配备的巨浪1 仅能够搭载一枚35万TNT当量的核弹头 特别是射程只有3000公里 而新型战略核潜艇配备的巨浪2 虽然能够搭载一枚1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或三枚1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 并且射程提升到了7200公里 但仍不足以使新型战略核潜艇 在中国近海对全球范围内的潜在对手发动核反击 为战略力量护航的作战使命 决定了攻击型核潜艇 必先探索出从基地到阵地的潜航路线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2013年底 一艘中国海军攻击型核潜艇 在马六甲海峡的水面上悄然驶过 随后便不见了踪影 又称这艘潜艇曾在斯里兰卡附近浮出水面 然后又现身波斯湾 后于2014年2月经马六甲海峡返回 如果报道属实 这是已知的中国攻击型核潜艇首次巡航印度洋 意味着中国潜艇部队正加速驶向深蓝 《解放军报》3月6号报道 军队人大代表海军某型潜艇艇长化名透露 2014年他率潜艇参加的演习演练 远航巡逻 战备值班等任务次数比前两年加起来的总数还多 更透露这些演习演练 绝大部分是无预案自主对抗演练 也就是说演习导演部不事先固定演练情节 不规定具体动作 不向演习舰艇提供对手位置 航向等信息 水面舰艇和潜艇依靠自身力量搜索 发现对手 根据情况适时进行攻击 这样的科目完全是按照实战化要求设置的 2014年5月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14军演 就设置了联合反潜科目 中国海军两艘潜艇扮演蓝军 与中俄海军三个水面舰艇编队 展开不设预案的全程自主对抗 这也是中俄连演中首次进行潜艇与水面舰艇的自主对抗 分析认为潜艇往往涉及一个国家核心的机密 而且在联合反潜的演练当中 双方军舰和飞机上的多种雷达 声纳和光电通信等电子设备都同步使用 双方武器装备的战术特点 技术性能和数据都向对方开放 因此只有在两军进入很高的战略互兴的基础上 才能够进行这些战术科目的演练 那么也有分析指出 咱们中国潜艇部队抓紧练兵是极为必要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亚太地区各国不管说强弱 其实都是在积极的建造或者采购潜艇 再加上美国核潜艇力量在亚太地区的巡航 那目前全球60%的潜艇都在亚太地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的增长 而潜艇本身我们刚刚也讲了 就是最有效的反潜武器 全世界海洋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 比全球陆地面积的两倍还要大 而各国潜艇数量总和不过是400艘左右 然而这并不说明潜艇很难相遇 潜艇在航行过程中经常要通过海峡或狭窄的水道 在这些海域的潜艇密度就会相对较大 甚至发生潜艇相撞的事件 2009年2月 英法两国的核潜艇就曾在大西洋上发生了相撞事故 事故发生时 两艘核潜艇都在有核武器 引起渲染大波 报道指 相撞的两艘核潜艇分别是英国前卫号核潜艇和法国凯旋号核潜艇 事发时 两艘核潜艇各携带16枚导弹 48个核弹头 索性相撞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对核安全造成任何破坏 但是事故令两艘核潜艇都严重受损 英国的前卫号核潜艇还被拖回港口 此外自冷战时代起 美国等西方国家就经常派潜艇近距离的监视中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海上军事演习 这也大大提高了海洋深处潜艇相遇的概率 东海舰队某潜艇艇长华明在实战演习中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时他的潜艇在深海静默前航 忽然听到舰体传来咚咚咚的声响 华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这是对方声纳搜索目标的声音 我已被对手发现 全艇官兵使劲浑身解数 周旋数个小时还是无法摆脱 如果在真实的战场上后果不堪设想 惨痛的经历像一块烙印刻在了华明的心里 事后他立下誓言 一切未战 战必打赢 当然潜艇并非单打独斗 构筑水下河盾更离不开作战体系的支持 分析指 现代海上局部战争可以说是基于信息系统的网络中心战 要求把各种作战力量通过信息技术整合成一个网络 以提高信息的共享能力 和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从而发挥信息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倍增气作用 而潜艇作为海军的重要作战力量 要发挥其隐蔽性和突然性的战术优势 必须下潜至混合层 即海平面以下60到100米的深度 在此深度之下 才不容易被声纳系统发现 然而潜艇在水下隐蔽的深 也有一大缺点 很难以向其提供指令和信息